年轻学子的进歌热舞 为今年度蓝带海洋音乐祭揭开序幕 紧接着是辣妹走秀 为来宾介绍各档次的活动内容 包括蓝带海洋之夜 大安欢唱音乐祭 以及特色沙雕创作展 从7月12号开始长达一个月 每个礼拜都有精彩活动 大安的音乐祭海洋音乐祭 我们这几年下来 其实已经慢慢变成 大家都知道北贡寮南墾丁中大安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形成一个习惯了 那么在这个音乐祭当中 又当好搭配上情人节 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朋友都来参加 那第三个大型的活动是有关沙雕的部分 现在人越来越喜欢创作 所以我们在大安这边也来做沙雕 而且持续从7月26到8月24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力推北贡寮南墾丁中大安观光局 预计今年的台中南带海洋观光季 三天将带来8万人次的商机 廖和全台音乐祭大拼场成为年轻人 夏日玩水收选 那去年我们的这个两天的这个大安翻唱音乐祭 有来了6万2千人 那这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可见我们这个很多中部的朋友 都还对于大安海水浴场 有很深的一个怀念跟依恋 那今年我们三天的活动 预估会有超过8万人的这样的观光人场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们 我看他们在网路上面都说 考完是暑假到大安来 暑假到我们的美德里码头来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都来参加 我们的台中南带海洋音乐祭 夏天是玩水的旺季 加上又是暑假期间 挑选安全水域细水相当重要 而今年的南带海洋音乐祭 一系列的活动都相当适合 全家大嫂一起参与 另外8月2号刚好是七夕情人节 当天不只有演唱会 还要抽出钻石对界 也将为活动掀起另一波高潮 剑军台中采访报道